大家好,大家旺角的市民好 我們是一班網民組織的團體 叫建本戰線 今天在這裡搞了一個活動 叫二次創作好 主要是想大家市民關心一下 現在政府打算在2012年通過的 版權法修訂草案 即是我們網民 氣稱它叫做網絡23條 為什麼要網絡23條呢 是因為這個條例如果通過之後 以後網上的所有二次創作 即所謂的我們叫做惡搞 例如將一些圖片、歌曲 用自己重新創作的手法去再演繹的時候 政府就覺得這種行為是侵權的 如果政府覺得我們侵權的時候 它是可以跳過原作者 他們的意願可以直接去控告我們 這件事之為刑事 這件事之為刑事 那 政府是有權跳過這個版權人的意願 去控告你刑事 控告你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要 要這樣令到這麼多港大的市民 受到這個刑責 萬一這條例立法之後 我們可能有幾十萬的市民都會跌到這個刑責 可能做一些設計的你 你可能會用到別人的顏色 別人的不同的素材 或者可能 你可能只是自拍 自拍就是可能 我很喜歡可愛一點 我喜歡在我自拍相片裡面加 Disney 性性的 鬆弛紅都好 都是犯法的 share 出去 你的朋友幫你 把你的相片share 出去 都是犯法 形自拍 那為什麼政府要立這條條例呢 那大家網民都認為 他其實是將 接下來將要立的二十三條 即所謂的國家安全法 首先用這條條例分拆上市 首先去騙殺了我們網絡上面的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令到他接下來將會 梁振英上台之後 可以成功 在比較暢順的手段 可以通過這條二十三條 他首先牽制了我們網上的反對聲音 而以此創作 即所謂的惡搞徒 就是一個很好的 反對極權的一個手段 因為他可以用一些比較 簡單 幽默 風趣的手法 去令到一些網民 市民容易消發 究竟一些比較艱深的政治事件 一些政府立的一些惡法 一些條例的細節 起碼令到他們 知道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 往往因為這些事情 令到政府 某程度上面的執法有困難 於是乎你見到現在政府 他現在很多的法例都是倒行逆施 那 那 好像 當時的 政改方案 那 曾蔭權不是用了他的 一個slogan 叫 起鬧的 那 有很多網民不滿意他這個政改方案 於是乎 他做了很多惡搞的創作 例如 將他的起鬧改成做超錯 那 有一個海報就將他改成是 拆船起鬧 那 這樣 令到 當時令到很多網民 那 這麼有趣 為甚麼有這些改圖 有這些改歌 變成關注 究竟這件政策 這個政改方案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然後從而 知道 究竟這政策 有甚麼漏洞 有甚麼不好的地方 那 可以 令到 市民 關注這件事 事的時候 施壓令到政府 可以 修正這些條例 令到這條法例 不會有那麼多 魔鬼的細節去 或者甚至是 對於這些 大財團有利 而是 對市民是 沒有 有害的一些條例 那 我們希望 政府 可以 在立法的時候 就這個意識 創作進行豁免 還有 不要將這條法例 列為認識 其實現有的法例 如果你要控告一些 二次創作 它是 侵害了版權人 或者是 傷害了原有版權人的權 其實有 例如有些 比判罪啊 有一些 相關的法例 其實都可以 有效地 去管制到這些創作 而我不認為 政府是有 需要 去再收緊一些條例 而反而令到 香港人的創作自由 言論自由 的鄉間 受到 騙殺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來拿客人 小賊子 看看